今天过来的话跟客户跟朋友过来吃饭 吃饭呢 然后在吃饭的途中呢 然后他们那边的话 吃出那个菜里面吃出活躯了 而且我可以用人格担保 不是菜虫 也不是米虫 是真二八斤的躯 然后的话 两分钟以后呢 一开始是很少量的 一只两只 过了大概两分钟以后 不断的有很大量的躯 从盘子里面涌出来 往外蠕动 然后我们几经确认 确实是躯 后来把菜剥开 那个盘子掀开来以后 下面有很多的躯卵 都在慢慢慢慢的往外爬 很多整个桌子都是 就很恶心 真受不了 田先生告诉记者 在就餐的过程中 发现有虫子以后 所有人都很恶心 几名好友立刻就吐了 浑身难受 已经提前回家休息 自己只能报警求助 那这是两只在一起 老实在 那这只看到没有 很明显的在动 看到没有 那个头 然后后来我吐了 吐了以后 我朋友说 你吐在那里面 怎么容易在动 我说又看 我说完了 我已经吃了个下去 随即赶到的民警 立刻展开了调查 对相关的菜品 进行了检查 并且进行调解 公开配理道歉 请分道歉信 这个到最起码 是表示对消费者的一个尊重 而且我们也是老主 然后另外的话 对我们去医院检查 然后后期如果说 有什么问题的话 他们要继续承认 这个后期的一个责任问题 未经讨计刑